10名年輕男女全遮著臉 被警方移送 走在最前頭的 就是大甲媽繞境 動手毆打36直視的男子 被她的直視眼揮刀 然後造成這樣的疼痛 然後瘀青 因為她是故意的 因為我跟她講 然後是笑笑的這樣跟我講 21歲的詩姓祖賢說 她的頭部的左側 繞境時遭到了36直視的法器打傷 對方不道歉 只是對她微笑 更讓她心聲不滿 從彰化花壇 騎了5公里到大村賭人 男子出拳毆打直視 雙方推擠成一團 而民眾嚇得不斷找警察 不到一分鐘 鬧事的民眾跨越馬路 迅速逃離現場 火爆場面才平息 年輕人在這裡 人家說火氣洋生 他也要透過人來說對不起 雙方都只受到情傷 而徐姓祖賢也打電話向鄭蘭公致歉 但先前彰化陷阱警局長 方陽明就曾落下狠話 打架鬧事絕對延半 已經查過十米嫌犯盜案 那我們會以刑法150條 來做一個移送偵辦 以往大甲媽繞境 鬧事的熱點 彰化陷阱局鎖定在民生地下道 調派了將近400名的緊地壓陣 這關平安度過 反倒是距離12公里 彰化大村中山路上 出現了鬥毆事件 也讓大甲媽繞境 零暴力事件破了宮 記者陳勝偉公益德 張志凱 彰化報導